我建议我们第一杯 我们一起来敬敬我们的娜娜 娜娜 你这个孩子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恭喜你 保重身体 谢谢舅妈 振宇啊 要当爸爸了 好好地疼爱自己的老婆 振宇现在很疼我们娜娜 这几天我都看在眼里了 是吗 这么好的事情有没有告诉妈妈呀 前两年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说了 那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他判孙子已经判了很多年了 他知道了 他会在监狱里头更加坚强 今天请你们来 除了要恭喜你们全家人之外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老顾啊 这一桌人 唯独你有一个人你是不认识的 平安 叫人 不知道他叫什么 叫爷爷好了 爷爷 好乖啊 以后平安 就是我们江家的长孙 其实我的动机很简单也很单纯 跟你一样 求孙心切 所以我希望 将来平安能够成为我们西宇的儿子 你觉得怎么样 谢谢妈 谢谢妈 西宇 高不高兴啊 高兴 平安是西宇的儿子 这么说 我有侄子了 平安 我是你姑姑 欢迎你 谢谢 来 我们这第二杯酒 为我们家前的小成员干杯 尹安 来 请尹安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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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爸回去了 是啊 你心情不好啊 我本来以为 你很喜欢平安的 因为之前何教授 你很关心他 这是两回事吧 我喜欢平安 并不代表我 愿意让西宇去收养他当儿子 你为什么反对 难道跟爸想的一样 因为西宇的情况 爸认为他们不会有孩子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爸认为 建家以后的财产 是由我们孩子继承 你不会也是这样想的吧 你爸 不会把这些话 跟舅妈说了吧 他是这么跟舅妈说的吗 难怪舅妈会在一气之下 让西宇收养平安做儿子 我真是要谢谢你这个好爸爸 妈 收养平安的事 真的很谢谢您 不用谢我 其实我能够这么做的话 也不完全是为了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很谢谢妈 盈盈啊 我看到你这么疼爱平安 我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尤其当我看到平安的那双眼睛 我就会想起西宇小的时候 我妹妹也希望他们两个很像 比起你来 我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好母亲 妈 您不要这么说 您为西宇也做了很多 我 我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也不都是为了她 其实其中是有一个很自私的理由的 你知道 郑宇 他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西宇的表哥 他是西宇 同父异母的亲哥哥呀 胡忠秀 你被骗了 韩振宇根本不是你丈夫的亲生儿子 那个孩子早就得病死了 当年他爸爸在外边鬼混 在外边有了一个女人生了他 把他抱回家里来 我认了 现在他们要从我的手里头 把我创建起来的一切拿走 留给他们的孩子享用 那我是不答应的 妈是不想表哥的孩子继承家产 不过您放心 平安他同样没有资格继承这一切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我的将来的一切 要让平安来继承 但至少 现在我们在做领养平安的手续 就可以让郑宇来明白 所有的一切就可以断了他们的念想 少让他们去做那些成就大梦 我让你失望了吗 我真的很感谢 感谢妈让我领养平安 而且您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和平安绝对不会拿江家的一份财产 我和西宇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会让妈抱真正的孙子 绝对不会让妈失望的 那好 妈等着 等着你们的孩子 喊我一生奶奶 平安睡了 先走了 阿姨 阿姨 你怎么哭了 因为阿姨太开心了 以后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 永远在一起了 叔叔也是吗 是啊 叔叔也是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是你妈妈 叔叔是你爸爸 平安 你可不可以叫阿姨一声妈妈 我好想听你叫我妈妈 妈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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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